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打算怎么解决呢 无论怎么解决 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去倾信那些 道听途说的言论 喂 马尚 马尚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现在一团糟 林总正在应付机场 我知道 我们这边也在看 鼎华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目前还没有 我总觉得这次的事情 是针对鼎华的一个阴谋 事情刚发生不久 还都没有调查呢 所有的消息都指出 是鼎华的产品出了问题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怀疑这次事件 就是密钥之前的后续 郁浩然泄露的信息 很可能就是 医疗器械的相关数据 可郁浩然的目的是什么 他好不容易才当上 左教授的主理 这次出事 他的前途肯定就毁了 这样 我们先调查鼎华 合作的厂家 还有处事固定医院 消耗策略 好 我们先把相关工作人的 资料找出来 具体怎么实施 等你回来再定 好 去找资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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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